一球迷称资魔兽的霍华德之前来台打球 受到全台球迷的关注 而他日前也结束赛季 搭飞机回美国 但没想到近日球团高层接受访问时 被问到霍华德再来台湾打球几率高 球团则表示很低 主要原因就是他的价码太高 对此魔兽也在6日受访时欺诈反击 表示在讨论下个赛季薪资协议时 球团直接表示要减薪65% 让他觉得相当不尊重 而霍华德没多久又再度加码炮轰表示 自己没拿到球团周边商品该有的分润 同时还控诉球团拖欠薪水 自己在5月31日离开 他表示要在那时收到最后的薪水 但他却没有收到 让他认为很不专业 甚至直接表示他对数字比较敏感 以防乱议之后可能会上法庭 最后也无奈坦言 夏季要回到同个球队打球有困难 看来霍华德和球团处得不是很愉快